我是理查叔叔 今天不谈吉他 我们约好每画一幅画 我就来讲我画他的过程的思路 然后我们在举一反三 在这个思路之下 我们再来创作一些画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作练习 尤其是这个举一反三的思路 好我们开始 好你看我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其实脑子并没有在想什么 就是随笔 但是你画到一半的过程中 你就会有一些想法冒出来 比如说 我在画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像骷髅一样的人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他是瘦到这个肋骨 都跑出来这么瘦 但是我在画一个人玩以后 我就会觉得他有点孤单 我就在想 他适合有什么样的东西在他旁边 那我觉得是 因为我看起来他就像个病人 他可能有个针筒 然后他可能有一罐啤酒 他可能有一顶帽子 然后画完之后 我会觉得他太单调了 所以我开始加一些小点点 你看到了吗 这些小点点 这个小点点它其实就暗示着 暗示着几件事情 它有点像灰尘 它也有点像阴影 所以小点点我给的地方 比如说在他身体的这一侧 这侧算他哪一侧 算他的左侧 我们看到他的右侧 就相当于光是从这里过来的 所以这里还有他的头 你看这里也会有一些小点点 代表把这个立体感给做出来 然后所有的物品的这边都会有阴影 你看帽子这里会有阴影 针筒这里会有阴影 手这里会有阴影 连啤酒这里都有阴影 包括啤酒自己本身 他也是在他的 他的左边也就是我们的右边看到阴影 那这整个风格 其实它有点像提姆波顿的一部电影 叫做圣诞夜金魂 你们可以去看 这个可能是20多年前的黏土动画片 非常非常非常棒 好 我们在这个思路之下 我们再来画一些东西 然后就用这个风格来举一反散 我来讲一下这两幅画 你看这幅和这幅 我觉得比起来 这幅就有点差远 我觉得是为什么 因为在画这幅的时候 你心里并没有想着什么事情 而画这幅的时候 你心里有一些目的性 我可能是为了教学 可能是为了像而像 为了举一反三而举一反三 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就不是那么够 当然也还可以了 这个骷髅一般的太阳 骷髅一般的僵尸小狗 还有一个粉墓的墓碑 它也是多少有这幅画的这个 一样的风格做举一反三 但是以它来说 它的这种震撼力 我觉得是比较强的 这个的话就有点像是 好玩的在搞笑一样 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个主角的这个绝望还有痛苦 这个是一种练习 好那我们到这里结束